一项调查发现相较于男职员 女职员在职场目睹或遭遇性别歧视事件时 更不愿意举报 超过两成的员工也相信职场存在性别歧视问题 职总将同中小企业加强合作 帮助他们打造更公平安全的工作环境 来看记者李仪华的报道 家具公司总裁林杰敏对骚扰事件抱持零容忍态度 他透露属下一名女职员曾遭男同事骚扰 公司立即同两人谈话 也调阅闭露电视画面 最终确定男职员行为不当 采取适当的处分 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工作环境 不只是我们 可是很多中小企业都可以给员工觉得 如果真的遇到这种困难 有地方去讲话 有一种SOP 在这一方面绝对没有gray area 黑就黑 白就白 职总和人民行动党 针对三千多名工友展开的调查发现 每五名女职员当中 只有两名愿意举报性别歧视事件 反观男职员有三名也就是六成愿意举报 不举报的理由包括 害怕导致他人或自己丢失工作 以及不知道举报渠道 另外每十名受访女职员 有一名认为自己因性别偏见措施升职机会 每二十名男职员则有一人面对这样的问题 针对公司的职场歧视条例 三人当中就有两人表示 公司没有清楚交代或是不知道公司职场歧视方面的条例 我觉得培训是非常重要 让中小企业的HR知道怎么样的去应付这种问题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工具 让HR非常容易的去让他们的职员 好像做一个question 跟他们HR跟他们的高管 讲他们的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想法 二十二家中小企业通知总签署合作备忘录 承诺落实更公平的招聘制度 也为骚扰事件制定适当的处理程序 执总希望年底前有另外六十家中小企业 签署这项备忘录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